大家好,我是友伯 又到了我們製作之壽的時間 今天我們要來做什麼料理呢 我今天去超級賽事場 我看到了一塊這麼大塊的豬排 它只賣了九十幾塊 所以我決定 要來做烤豬排 但是 因為我們家沒有鐵板 所以我要用烤箱跟 冰淇鍋做吃美味的 烤豬排 那我們現在就來做看看吧 我們要用烤箱跟這道菜 要用烤箱跟這道菜 要把這些東西放開 這是烤箱的 的話,把平衡 這個人 還要用烤箱 我們搭配 用烤箱 我們能夠做it 我們能夠做的 我們要用烤箱 敢振帶 肉 放入紙 ning著 小麵 放入骨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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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订阅明镜,江桥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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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這個肉做好了 我們來吃看看這個 用牛排的做的五花肉好吃嗎 超暖的 超軟嫩的 我個人覺得 加點咖哩粉 做成沙爹口味也很好吃 這個就是那個蔥 烤完的蔥 然後切切加那個甜辣醬 再加切一點新鮮的蔥 這個這樣子 把肉包起來 這個蔥 微微的辣味 很搭這個肉 很方便的做法 大家可以在家裡做看看 我覺得很好吃 這個是沒有皮的五 就是有點像牛排 那整塊這樣 跟之前做的那種 烤五花肉不一樣 那個是帶皮 那個直接整個這樣烤 這個煎鍋主要是要把肉汁 鎖在那個肉裡面 超市買的 假如你們去傳統市場可以買 然後更便宜 像說你要五花肉 真的很好吃 假如你們有想看我煮什麼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一定會做給你們看的 好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烤大豬排 那假如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訂閱跟分享 然後假如不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那就下次就不要看喔 還有假如喜歡看我做什麼菜的話 在下面留言 我就會做給你們看 那我們下次見 Bye